連理之星 包裝騎士 全部馬筆準備 拓檔第九場賽事 二班千八米的路程 準備 好 你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的馬有精氣神灰馬 外面太陽起起都推前些 最出還有包裝騎士 中檔的位置還有競爭神 內蘭人強馬景 橙衫走緊三疊連理之星 二疊黑衫是金角 內蘭跟著第八位 紅衣是貴麗傳奇 後面四隻 紅眼罩中檔超有利 外面勁脆 內蘭還有閃電王 包了落尾神舟小智 過這個就是千二米 短煮金制 前面勁精神放了出來 外面包裝騎士想賣來 賣不賣到呢 兩隻馬拍出來放 跟著第三位 守住內蘭位置 太陽起起霸佔了好位 外面連理之星走上去 第五位精氣神 第六位白衣白帽 人強馬勁黑衣 還有太金剛 內蘭尾五 紅衣就是貴麗傳奇 在後面四隻 有勁脆 閃電王 尾姿的位置 超有利 包左落尾 就是神舟小智 跑到對面直路的中尾段 很精神 貼難放不給你 包裝騎士要難 包裝騎士就拍著他一起放 落後三個馬位 第三位 前面太陽起起霸佔 外面橙衣 連理之星 這些馬會不會先走呢 在後面第五位 精氣神 內蘭人強 馬勁 中間太金剛 紅衣 前面就是貴麗傳奇 扔定出去 就是超脆的馬 入正直路 前面包裝騎士 擺脫了一隻 超精神 拋離了兩個馬位 先進來 見到連理之星追緊 再在外面位置做個超脆 大惡當神舟小智 中檔位置 就貴麗傳奇 繞到最後百多米 包裝騎士 走掉了一個小米 連理之星逐步迫近 外面超有力 競取上來 接近終點第一名 埋便包裝騎士 但是 最出紅眼罩 超有力 上來的篩 都相當厲害 結果 就埋便包裝騎士 以為到 但是未必到 因為中間 連理之星 橙衣上 最出紅眼罩 超有力 殺上來 中間夾著 還有競取 超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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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都接近 連理之星 都未必沒有機會拍到第二 埋便 包裝騎士 第四就肯定是超有力 蘇兆輝這場 最愛搭 一口氣一條直路 追上所有馬 臨尾都有點飛落下 有三十三倍 超有力 跑馬地都沒問題 第二都好像中間 對 一來步速很快 包裝騎士 和他很精神 比賽明 好了 看看第二名照片 真是被連理之星 拿到Q 所以很好分 第三名照片 比賽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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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得到駱菲 排三八三十五個半 位置排六十五元 跑第二名 就是這隻八號 連理之星 排三十五元 而跑第三 十號碼包裝騎士 排十六個半 連贏位 八答十二 排一千八八九十二元 三夢彩 十二號八號十號 順序排兩萬三千七百七十七元 單T八十十二 排二千三百六十五元 位置Q八十二 排五百零二個半 十十二排二百零九個半 八答十排八十四元 臨尾有六格 對呀 臨尾有很多馬 都有很多飛 可能算到前面 快到瘋了 這季的傳奇真是失望 這小小子 頂不了兩棵 不過他跟的位置 是很慘的 很被動 沒有機會可以出回來 沈澤成 沒什麼 這隻超友 今季黑服這個 跑馬地 今晚他出四隻都 貴國一 對呀 今晚幾隻 全部都冷 今晚還要 看這張平衡三選 一隻A3 其他冷門派三十五元 去到尾那兩場 不斷爆腦 幫蘇少輝吃尾壺 其實今季回來了 頭馬都偏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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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号 8号 10号 7号 派到156,974 元 很高的 不过你当然有一个摸顶的分数 你超有利其实也很摸顶 82分 我上一次叫大家去留意这张码 就是我看到它是一个合适的 我不知道它的部署是怎样 它其实82分的确是浪着 但是在这一场里的部署又快 而且是没有心理压力 没有心理压力 吃正了形势 变成了它也这样追上来 快到前面 所以都觉得这个包裹的骑士 真是厉害 是超级马 很厉害的 你觉得这场有没有相似呢 就是之前超多幅赢的那场1650米 就是前面发又瘋 于是结果就是你看到是全彭马 是最后才能骑得起那匹马 结果赢了那场赛事 很相似的 他开始骑的时候 他都很迟才能发到力 直镜一看 很大鞭 很大鞭 但是最大的责任就是 前面那对马 为什么会这么快呢 两只都有问的 包装骑士 就是想取得领先的 想想 内側还有一只劲精神 希望都收慢 等着劲精神收慢 他就可以过头 谁知道劲精神一直都不收慢 大家就顶住了 好 问劲精神 蔡明少说 因为这只马 劲精神的身长步大 他就不想过分约束 令到他失去步玩 但是又按不到 结果大家拧板斗射 小组告解蔡明少 考虑对报处 其实他应该作出更大的努力 去减慢尝试进战包装 骑士之后的位置 还有一只马 我很关心的 一起步 刚才已经在普通剧人 看到拍宝很有诚意 看起来 放在这里 回来这么差 我们现场要谈 为什么呢 是不是买有事 我很关心 有事有痰 有痰 不是戏卡 是有痰 我只是想想两样 要么是脚痛 气管多血 或者他不喜欢跑马地 有痰 痰最少的问题 对了 看看第二名张照片 一切都是说运气 一级一级 一个头 一个臂 如果包装骑士 不是遇到这样的形象 是赢的 对啊 你看看时间 头段13秒54 第段22秒42 第三段23秒51 第四段24秒95 末段24秒54 总时间1分48秒96 是零回气机会 完全没有机会 跑马就是这样的 当下了场才有步速 大家都对马 看了马这么多年 或者你开始了解 你知道马的屁性如何 但是你步速永远都很难计 有时马很慢 跑马地其实是平均是慢 慢多于快 我刚才想在开场 都想漏说了一件事 今年和去年 我发觉 今年的骑士金标赛 又快了 过去好像有些时候 好像慢一点 形成了竞争气氛 没有那么强 但是现在你看到 今年好像是竞争气氛 正常如果偏快的 胚醒 后面就整堆上来 所以就会很激烈 或者整堆马一起盖上来 美场也是 虽然不是骑士金标赛 有只马 好像我们觉得 它的后径也挺厉害 但是结果这场赛 就算是步速快 也没有怎么盖上来 就是跪厉着 但是尾场了 所以就要等星期日 小祖在星期日沙田赛事开赛之前 就召见莫雷拉 问一下这匹马 我自己看就背不起重磅了 留意星期日之后的赛后报告是怎样的 今晚的骑士王 就是四场国际骑士金标赛 定胜负 结果报名就拿到18分 2号骑士成为今晚的骑士王 第一号马T派4万1千948元 不是,马T有两贩 不是,头军是1号、2号、12号 就派2万5千428元 头军是1号、4号、12号 就派15万514元 3T派75万4千831元 安慰掌派12万4千466元 但也中不完 因为有一个组合没人中 还有192万4千819元 累積于10月14号的3T彩子 三宝派69万3355元 安慰掌派5千135元 路环彩派14万258元 路环彩派427万9246元